这个星期是美国国会今年的最后上班日 也就是说包括援助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在内的1100亿美元补充预算 要在今年通过只剩下4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接受美国总统拜登的邀请到华府 他先在美国国防大学演说 泽伦斯基警告不要让政治背叛跟俄罗斯奋战中的乌克兰军队 泽伦斯基没有点名共和党 但他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行动的话 只会让俄罗斯和俄罗斯中锋普钦得利 美国时间星期二 泽伦斯基将到美国国会和参议员以及众院议长强声会谈 之后到白宫见拜登然后会和拜登有联合记者会 那么拜登和泽伦斯基都希望泽伦斯基亲自出马能够加速卡在国会这个补充预算通过 之前泽伦斯基在美国国会演说确实获得两党两院支持 但这次情况不一样 美国国会不是不支持乌克兰 而是共和党议员希望在移民政策上能够取得更大进展 也因此泽伦斯基和议员面对面 能不能说服共和党议员或者是形成任何压力 当然不会像之前那么乐观 TVBS新闻嘉辉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